恩...Panda啦 送凱西 找這個配置 來,第一關 先洗 再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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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nda,要打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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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nda 第二條是電子 測量電子 欸,會被電子 這邊的話呢 開啟你的翡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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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你的潘朵啦 給火鍵 開潘朵啦 給火鍵 接下來下一關是很多暗子這裡 這裡的話我覺得 直接開 這邊的話我會覺得 直接開 這個 然後開打幾排珠 然後把你的這個暗珠 全部塞進去裡面 恩... 開關翡翠 炸案 恩... 其實也沒差吧 敵動開也可以 那這邊的話呢 很簡單 這邊對 潘朵艾蠟就很難了 疊水珠就可以了 那保持這個盒子的狀態就好了 然後下一關 恩...這個 地方呢 我們開啟我們的 要血量多少 4億5000萬 開鑽石 開鑽石 然後呢 開一次這個 潘朵拉 點木珠 點木珠 2億 這個潘朵拉盒子呢 再度打開 殷琦都還沒事 接下來下一關 手敲全光跟手敲全露 然後就是點燃盾 點燃盾這個地方我們要破武藝的防 單下要破武藝其實是有點硬 不過我們可以洗到打擊全跳 我們技能全跳在打 反正回復力很高嘛 給他打我們回復力降低沒有關係 給他打我們等到打擊跳起來 潘朵拉加打擊 加鑽石應該傷害比較高 一個 火豬 加點燃 加打擊 這樣應該夠吧 藍寶石就夠了 啊對齁 直接破防啊 藍寶石直接破防齁 我是智障好不好 我是智障 這樣可以嗎各位 這樣也可以嗎 攻前盾 攻前盾是 他還是有撿那個什麼 開這個 無敵 然後疊木珠拉 疊木珠 好可怕喔 很可怕喔 二隻要開 好 接下來呢 下一個是 無視減傷 無視減傷這個地方呢 我們開一隻 我想一下 這邊開一隻這個 潘朵拉點火 潘朵拉點火 他傷害應該就已經夠了 可以 可以 接下來下一關喔 強化無視減這個地方 我們開一關翡翠 開一關翡翠 開一關翡翠 有沒有 水火木 光暗 全部都有 真的是神 真的是神啊 開個鑽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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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下先攻也不會死 開個鑽石 再開個 再開個這個好了 新珠盡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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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新珠塞進去好了 把新珠塞進去 把新珠塞進去 好 OK 接下來王關給他先攻喔 先攻完之後六顆風化 開潘朵拉 欸 4回合 其實這邊的話 要 如果不開潘朵拉 可以嗎 看一下喔 潘朵拉 下一關如果加龍克 其實這邊是這樣子 我覺得這樣子比較好 就這個劇本 這個劇本 OK 下一關呢 開打幾 加龍克 打幾加龍克 這樣就過了 剩下有什麼開什麼啦 有什麼開什麼 打幾加龍克應該就夠了 OK 這樣加龍克 一次就過真的欸 19億 19億應該沒問題啦 打幾個增傷 加龍克的增傷 一天降一組 兩組 我們潘潘就是這麼猛 所以說呢 潘朵拉 他只是打關卡比較慢 但是 其實是 很穩的 只要你記得開 盒子的話 因為我們自己在玩 常常都會忘記開盒子 好 滿增傷 對啊 有藍寶石比較輕鬆 一張就打死了 我們這邊總共打了 125億 穩到爆 穩到爆 對 潘朵拉在無屬強化那邊 就算你炸出來沒有無屬強化好了 其實你慢慢一吸一吸回血 等到潘朵拉 等到翡翠跳 再炸就好了